這蠻多網頁,這個是GET的方法 因為它透過這個參數是直接透過網址去傳遞它的參數 但是很多地方其實都隱藏它的參數 比如說哪一個,我好像剛剛同學就有問到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其實這邊有一個叫奇交所外幣例子 這個瓜乎POST POST就是它把那個參數藏起來 那這個範例你們可以點開來之後 可以看一下 因為上面這個是開放資料 這個是已經提供給你CSV的 那我講的那個範例應該POST是底下這個 在哪裡,在這裡 奇交所外匯歷史 有沒有 那這個歷史的話好像提供10年的 現在還蠻多的 那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你就點選它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查的區間是7月1號到8月31 按送出的話 你會發現 按送出它資料出來了 可是上面卻沒有帶任何的參數 有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這個範例 其實就是POST 也就是它的參數是有 但是這個參數是躲起來的 那你問題來了 如果你不知道 假設說 你不知道它躲在哪裡的話 那你假設你要抓區間 比如說 老師我想要抓更久之前的範圍 Range的話 那不是說每一次都一定要從這個畫面才能抓資料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透過這個畫面 我一樣可以抓到資料 當然可以 可是要怎麼做 那個範例其實就主要是 教各位 如果假如它的參數是POST的話 那你該怎麼知道 它的參數藏在哪裡 那如果我知道它的參數藏在哪裡 那我要怎麼樣透過它提供的參數 抓到我要的那個範圍的資料 有沒有 所以參數傳什麼詞過去 然後把我要的資料抓回來 所以喔 如果這個知道的話 那其實就好辦了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個難度就很高了 因為一樣 會需要用到剛剛那個畫面 所以剛剛只要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有沒有 右邊這個 我剛剛看到這一塊 同學都有點昏了 因為太複雜 不過跟各位講 暫時你還不會用的東西 先不要管 反正你需要 我剛剛講到的 你就先知道就好了 那至於有一些其他功能 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它的參數 像這個樂透雲上面有這些東西 問號後面的這一些 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Index Page 一個參數是Order By 然後傳什麼 傳這個數字 傳這個New或Order 那可是問題呢 奇交所這邊沒有啊 那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找到 它背後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參數 其實也可以找得到 跟各位 但是比較麻煩一點 它的動作 細節比較多一點 好 那跟各位講 那個動作有些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回頭再看一下影片 我做一下讓大家知道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傳這兩個參數 那這兩個參數到底藏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 一樣在這個上面 按右鍵 不用選沒辦法檢查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找到上面一個功能 叫Network Network就網路的意思 這個預設的是Elements Elements是裡面這些標籤 所以你把Elements 切到Network 好 那Network的話 當然啦 如果裡面假設有跑過的話 你就先把它清除 清除的話是這個 Clear 裡面假設有東西 你先把它Clear 如果沒東西 你就不用Clear了 OK 所以哦 第一步先跳到這邊來 跳到右邊 然後把Elements 改成Network 如果底下有東西 請你先按Clear OK 第二步的話 請你就按下送出 送出查詢 那你會發現哦 資料有帶過來了 而且哦 你會發現哦 這個時候Network Network是網路啦 網路就發生變化了 哇 什麼變化 就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丟了多少東西給你的 所有訊息 不好意思 我剛剛正好錯過 你是怎麼顯示這些 其實就是 就是按下送出而已 就切到Network對不對 然後你就按下 因為你要讓資料抓回來對不對 那你就按下送出查詢 OK 所以哦 就是你先切到這邊 然後按下這個送出查詢 然後這些資料就過來 因為你按下送出 表示你跟那個主機要一些東西 你丟上面這個匯率下來給我 他除了說丟資料給你之外 他還丟了一堆東西 都在背後 OK 那可是問題重點是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這兩個參數跑哪裡 基本上哦 你可能要知道 上面有一個 這個是 他這個網頁的程式名稱 叫什麼 DailyFXRant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一個執行檔 那在哪裡 在這最上面 這邊有個叫什麼 DailyFXRant 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他的參數 你就找這個名稱 有沒有這個名稱 那你可以再去找到有一個標籤 叫Payload 這個Payload的話 基本上 意思是他傳了什麼參數過去 OK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參數叫什麼 Query Start Date 冒號 後面就是傳的這個名稱 有沒有 第二個是 Query End Date 冒號 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我知道這兩個訊息 之後 後面就好解決了 那如果說 我要把這兩個參數 帶到我們VPA裡面run的話 那我一樣有提供一個範本給各位 你看底下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範例 這個範例其實跟剛剛那個大樂透蠻像的 一樣是用Query Table Add 那網址的話 一樣UIL 我們一樣就是把 剛剛的這一個網址 直接貼到這邊來 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黃色Mark的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多了這一行 叫做Post Test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剛剛的那個樂透 這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我們其實參數是帶到哪裡呢 其實就帶到這個後面有沒有 直接帶到這裡 這個是我們的參數 那這個Post呢 它是獨立出來 另外再多一行 就是 那它的參數名稱的總共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一個叫Query Start Day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什麼 把剛剛得到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名稱 點兩下 Ctrl C 貼過來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帶它的日期 有沒有這日期 來 比如說我想要2021的10月1號 到2021的12月24號 這個歷史的資料幫我帶回來 另外的話Web Table 3 那怎麼知道3 其實做法跟剛剛一樣 就是 還記得吧 就是我剛剛講了 你可以在日期選起來按右鍵檢查 檢查之後的話 我想要知道這個table的位置 所以Ctrl C Ctrl F 然後在table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有沒有 這個網頁總共有幾個table呢 總共有8個 那我怎麼知道 我要的這個範圍是在第幾個 你可以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目前這個應該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這一個 所以基本上這是Web Table 3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 所以這段程式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Ctrl C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我們剛剛的程式下方 OK 那我一樣開一個空白的那個 這個工作表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底下 貼到這裡 貼上 OK 那所以我要查的是2021的10月1號 到2021的12月24號 這個區間的資料 OK 那幫我把它帶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轉轉轉 資料就下來了 10月1號 有沒有 一直Ctrl向下 到12月24號的資料 就通通抓下來 那未來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把這個 這個區間日期 稍微變動一下 那抓的資料就不一樣了 甚至你可以往前推 我記得好像這個提供的 資料非常的豐富 好像到十年前 十幾年前的好像也都有 OK 所以這個歷史資料也是非常的好用 只是說呢 它這個網站 就是參數就不像剛剛那個樂透雲 它是讓你看得到 那你要怎麼知道 特別是喔 這個有點比較麻煩 Network 然後你先清掉 因為剛剛有跑過嘛 清除 清除掉之後你按下送出 有沒有 然後再去找它這個程式的名稱 一般是在最上面 這個 然後你就找payload 它會有這個跟這個 這個兩個名稱 那後面這個是可以改的 那將來程式的話 就是把那個什麼 冒號改成等號 有沒有 就是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我雲丹白板上面放的 所以在數學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 奇交所外幣匯率 這個post 這個範例 OK 那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在自己再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要來看那個 第五個單元 所以待會請各位 幫我再開啟那個 第五個單元 的人事考評管理系統這一題好了 那再來就是 REIT函數 跟查詢相關的函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 那之所以那個post 比較沒有特別細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 真的 要講下去 哇 那就太複雜了 那另外可能就變成說 獨立一個爬蟲的 這個 課程或章節 OK 試試看 好看喔 好看喔 好看喔